为了深入了解花莲南区的财政地震还有主计等相关业务 县议会的财政小组特别来到玉里下乡考察 下午三点钟事先来到了玉里的地方税务局总局 透过简报让财政小组更加了解业务状况 为了深入了解花莲县南区的财政地震主计等相关业务 花莲县议会财政小组特地来到玉里下乡考察 下午三点来到地方税务局总局 玉里分局听局简报也进行各方的交流 希望能够让服务更结底气 虽然我们县服务员狭长 也真的是辛苦各位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协助我们在地的服务不简单 这个一站式的服务真的是需要 藉由村里干事成为我们跟纳税人之间的沟通的桥梁 民众如果说那个村里干事 然后他有接到民众有相关税务讯息 那个疑问的话 他就会主动跟我们联系 其中财政小组特别加许玉里分局的税务便利站 结合了南区的四个乡镇各村里长 村干事以及专员联合建制税务便捷窗口 提供了27项的税务服务 目前从109年开始已经有受理了29件 110年的1月到8月也受理了17件 大战玉里分局扩展服务广度 行政资源发挥了最大的效用 接着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